你看释迦牟尼佛 他要不出家 他是过王啊 说明 他的佛报很大了 所以出家教学 你看长随弟子 还有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这长根长根的 不长根临时来的 我估计不会少过三千人的 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这是佛报 得到社会大众的恭敬赞叹 姑姑都是好学生 跟着释迦牟尼佛 都是附会双修 他们接受世尊的教诲 然后他们又辗转教导别人 四面八方去教学 所以佛会与双修 这就是说明 佛与会我们都要重视 佛尤其重视 修复 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跟李老师 李老师教导我们的时候 也是 祝福我们 决定不要 苏火燎修复 如果没有佛报 他老人家说得很清楚 你又会有了 讲经讲到天花乱坠 但是没有人听 他就说没有佛报 没有人缘的 所以非常重视 常常叮咛我们 要接法语 要修复 那我们学生都很穷了 收入的很微薄 怎么个修法呢 老师很善巧 老师每个星期 讲经两次 一次在图书馆 一次在联系 叫我们这些学奖金的学生 二十多个人 老师奖金那一天 我们这些人做接代 接代就修复了 在门口站到 欢迎大家来 借人大家 给他安排座位 送经书 他说如果您有一点零钱 买些花生米 一个人送一颗 小糖果的时候 这都是修福 都是戒缘 我们从这个地方学到了 所以以后 发愿书身 越激越越广 在真干才行 我 你 能不能辖 异楼